拿起筆刷 特别是教育局长曾灿金 在小学生导览员的详细解说下 先轻轻刷掉石膏湿上的灰尘 再以橡皮擦 擦去表面脏污 至于卡在缝隙内的 就得靠棉花棒 沾上稀释过的安水来帮忙 不过要让狮子看起来焕然一新 过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就差敷面膜 有一个叫EDTA的东西 来帮它敷面膜 因为它原本是脏脏的 所以要用那个敷 把它敷上去之后 它被敷的地方那边 就会变得比较干净 这一只坐落于图书馆旁的 狮子雕塑 是信安国小跟台北教育大学的 北施美术馆合作 共同引进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珍藏百年的狮子石膏复制雕塑 透过师生亲身参与古迹修复课程 培养美学品味 它是让你有自身在博物馆的感觉 这个地方也难 也有这个意大利的味道 它也有美国这样一个严肃 日本的大师修复大师 带领我们台北的亲师生 大家一起来学习 来布置 这样的一条事过程 好像有两年了 真的不容易 这样的一个团队合作 让四只狮子恢复了光彩 那我们第二步就想应该要找一个家 让他们团聚在一起 所以有了美术馆的狼道计划 这就是我们故事的开始 跟不断的进展 原本平凡无奇的平台狼道 摇身一变成了充满气质的文青空间 校方表示 未来会持续跟博物馆合作 也欢迎喜爱艺术的朋友们 前来幸安 感受历史艺术美感 记得郭菜勇 蔡王导 有事做仿旧的进展